再关心到的是俄乌战争 乌克兰收复了东北部的哈尔科夫 但撤离的俄军仍继续轰炸当地 在哈尔科夫的19亩地区再遭到飞弹袭击 造成7人受伤 包括一名11岁的孩童 您可以看到这画面上是一颗飞弹飞过 而路上的车辆都停了下来 让乘客赶快地逃命 而在南部的马里乌普尔 亚素营的指挥官表示 基辅当局已经下令要停止战斗 保护士兵的性命 而俄军则声称 最后一批的500多名士兵已经投降 钢铁厂领地是完全解放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